男孩不愿父母死去,为他们装上机械发条,强行把他们留在人间陪伴自己。 本期历节带来电影《宅男斯坦利的发条生活》。 斯坦利是个标准宅男,他每天都缩在自家的阁楼上过着安稳的生活。 早上妈妈会准时叫他起床,准备好可口的早餐,爸爸会一边喝咖啡,一边看暴,露出一分不差的笑容。 饭后闹钟会提醒斯坦利到窗边偷窥一个女孩,她每天这时候都会在外面,和一只鸟儿快乐地玩耍。 有时候女孩会看到斯坦利,但斯坦利从来不敢跟她对视,但总是紧张地躲到窗户下边等待女孩离开。 这天晚餐时,爸爸的表情突然扭曲了起来,一颗眼珠蹦到了咖啡杯里,斯坦利急忙给爸爸重新上好了发条。 这时妈妈也突然倒在了桌子上,熨斗烫坏了她的脸,幸好没有什么大损伤。 其实斯坦利的父母早已去世,如今陪伴她的只是她创造的发条人偶。 她们按照设定好的时间表,陪斯坦利过着一程不便的生活。 晚上日睡前,任务妈妈照常给了她一个晚安稳,她进入了甜蜜的萌乡。 或许外人看来这样的生活,怪诞又荒谬,但在斯坦利心里,爸爸妈妈都在身边,她觉得幸福甜蜜,也早已习以为常。 在一个上午,斯坦利像往常一样偷窥着窗外,但这天的女孩,再没了还生笑语,常常陪伴她玩耍的那只鸟儿去世了。 女孩流着泪把鸟儿埋在了大自然里,又用自己身上的紫色丝带为鸟儿立了一个墓碑。 斯坦利为了让女孩开心,她鼓起勇气走出家门,挖出鸟儿,拨开她的皮,为她换了一副机械内脏。 最后她宁静发条,鸟儿的眼中重新开始转动,仿若新生。 她把鸟儿送给了女孩,但已经死亡的声带只能发出嘶哑的尖叫,僵硬的翅膀再也无法灵活地飞舞。 鸟儿吓坏了女孩,她逃入了森林,消失了。 斯坦利突然惊觉,她的生活方式并不正确,过去的回忆固然温暖,但时间久了,就只是枷锁。 只有勇敢走出去,她才能拥抱新的生活。 看到家里再次坏掉的父母人偶,斯坦利没再维修他们。 她在森林里挖了两座小小的坟,把人偶埋了下去。 从那时开始,她突然看到了世界更多的美丽。 她在野外放生大笑,快乐奔跑,繁忧已逝,前路可期。 有时候我们只是欠缺推开那扇门的勇气,但走出去后,世界真的很美好。 那么今天就到这儿了,我是李哥,原作灯展,照亮你心。